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上海一个基层的公务员 因为前段时间我听到阿邦他在问就是说 我们大陆不是这个直接全民选举的这个直接选举的体制的话 政府是怎么收集民意的 我想就这个问题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也可以让愿意操作业的包括越南政府 看看能不能操作我们大陆的作业 你是要来讨论一下你们 就是你要回应之前我们那个网友阿邦说 你们没有民主选举制度 那你要来回应他这方面对不对 主要是我们听取民意 其实是有七个方向来听取各个层次的意见 首先我想还是因为可能台湾的网友 可能不太清楚大陆的制度 大陆的那个我们经常叫四套单子 其实整一个政府运转它主要是四套单子 就是党委是共产党的这个组织的单子 然后再是比较大的可能占百分之七八十的公务员 那是政府班 政府班 就是我们一般是叫中央的话叫部 就是那个在下面就是审或者是的话 就叫什么厅什么局 那个政府的班子里面呢 他就不一定都是党员 我就打个比方就前两年 我们这边的卫生部长叫陈竹也是上海出去的 他其实就是一个农工党 就不是共产党 他是农工党的主席 他是担任了我们这个卫生系统 这个最高的这个就是卫生部的部长 那还有两套班子是人大和政协 人大主要是管 人民代表大会主要是管立法 主要它立的就是法律 我们政府颁布的一般只能叫法规 不能叫法律 然后人大呢还会对政府进行提意见 他叫人大意见 那政协的话呢 我们定义是叫参政议政协的话 有点像可能英国的那个上议院 当然英国可能是世袭的 我们这边的政协主要是一些工商界 或者一些比较有名的人士 他们往往在政协里面 有一个位置参政议政 就包括以前香港董建华等等 他们都属于政协的委员 然后他们也可以对政府进行一个就是意见 他们叫提案 不叫意见 就是人大叫意见 政协的话叫提案 每年他们都会各级的政协会 给各级的政府有相关的提案 要求你们政府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个加强等等 这主要是四套班子 那我就说一下政府班子具体是怎么运作的 政府其实和党呢 应该说是分开运作的 也不是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党说了算 但是党委它确实会主导政府的一些工作 实际上具体的行政在政府上面 我们可以就是可以用俗话来说 不是很标准 它可以叫技术官僚的体系 就是谁政绩好 谁懂这个业务谁上 可以看到我们大陆一般的政府的局长或者厅长 都是专业人士 比较少是由那个就是纯粹指稿政治的人士 是担任的 那就比如说上海现在我们关于防疫第一线的 我们是叫吴金雷的这个卫健委的主任 他也是从上海基层的医院做上去的 那就包括那个张文宏也是担任了一定政府里面的工作 那也是比较专业的人 那这块政府其实它最主要收集意见 还是在政府的本部门或者平级部门或者上级部门或者下级部门 因为我们这边政府它其实官员的提拔是非常重要 所以本部门大家都会挖空心思 会领导提供一些政绩上的亮点 会想一些好的政策法规 会想一些很有利于人民的东西 那相关的其他的互相之间的伪办局之间 也会互相要求对方给自己一些支援 就比如说管垃圾绿化的 那谁来考核他 有问题可以查 谁来考核他 政府的话其实每年对相关的领导都是有考核的 但是领导的具体的升迁 这个又是由党的部门就是组织部来看 所以说其实是相当于党委会对政府有考核 政府对上一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又有考核 两个层级都会有考核 就是政府内的考核 那等于是上司对部署的考核 我可以这样理解 但是说政府这整个这一级单位的考核机构是党 我可以这样理解 是对人员的考核其实是党 对政府这一级的考核单位 当然应该是上一级政府 可能就是比如说上海市政府会对 你现在在徐汇区政府进行考核 那徐汇区可能会对某一个局进行考核 那党是对政府里面的人做考核 是吧 就是你说的那个组织部 因为组织部是党的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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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是党 好这个是最主要的 它就是在那个评级间就比如说我们 要造一个垃圾站那我可能需要政府其他的部门帮忙协助 来进行一个真谛啊 来进行一个民意啊 这个相关的这些 这些就是政府评级部门的意见 还有下级部门的反馈其实也很重要 那就比如说人大它有一个叫立法的法工委 它在那个全国的人大 就是北京的我们全国人大 每年开会3000人的全国人大 它是在长宁有一个法工委的点 它会定期的举办一些居民的研讨会啊 或者是基层的工作人员的研讨会来 听取我们人大经过立法以后实施的 其实包括这个什么二胎三胎政策 具体落实的情况群政有什么意见 那就是下级对上级的反馈 那其实我觉得 人大算下级单位吗 还是平行单位 人大和政府是应该说 人大其实才是中国最大的权力机关 我们宪法定的最大的权力机关 反而是人大 我说的因为那个人大党工委 它有一个长宁的长宁区 它有个点 那这个点它是属于一个 比较下级的这么一个单位 它会和其他的一些基层单位一样 可以往上级反映这个名义的 那就像那个企业一样 我觉得其实共产党 其实是有一些像比较高效的一个企业制度 企业肯定不是由基层员工来决定 对对对 企业的走向的 那还是企业里面的比较专业的人 那说到政府内部 我就讲到最今年 因为这个疫情又开始严重了 所以现在其实除了我们所谓的这个绿码 就是健康码以外 现在去各个省还多一个行程码 行程码的话它其实就是由营运商是打通全国的 你只要这个手机在哪里卖游过 它就帮你进行一个标注 所以最近又多了一个行程码 就是你比如说在上海待过 然后再去哪里 你去湖南的话 它就会看到你是在上海待过的 那这块东西 现在所有的政府部门都要求我们 基层的人员在有些人员密集场所 就是行程码和那个原来的健康码绿码 我们也叫随身码 上海的话就是两个码都要查 这个效率也是很高的 你部署下去 现在马上就落实两个码一起查了 以前只查那个随身码 这个是第一块 后面几块我可以稍微简单的说一下 其实还有六个渠道就是听取意见 第二块最重要的是政府部门之间了以后 排第二位的就是专家委员会的意见 还有经常举办的一些企业的座谈会或者论坛 或者是我们有党校专门对领导干部进行一个培训 可是这些的意见也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其实党校的讲座的也是一般都请专家来讲 然后政府也有专门的一些相关的委员会 就比如说上海市的话规划它是有一个委员会的 都是请一些比如说上海市统计大学 它比较有名嘛就做规划的这些人 或者有一些管人口管经济相关的人 都在这个规划委员会里面会听取他们的意见 然后也经常会举办一些座谈会或者论坛 来听取大家的意见 但是它是给这个政府单位施政做一个参考 通常这种专家意见 它的作用是咨询 是会主要是咨询 第三个就是比较正式的就是人大意见和政协提案 前面我也提到了因为我们四套班的人大和政协 他们都是由监督政府和向政府提意见的权利的 第四个考核其实不是政府内部的考核 第四块是外部的考核 就比如说国家行政学院它其实也是一个像学校一样的 它会专门在全国它有一个每年就是针对 就是政务事项的我们叫行政的考核打分 就前面那个湖南的朋友也说 他觉得这几年他去办事情有了很明显的提高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考核的分数 对全国每个就是企业和个人到政府办事 国家行政学院是一套有考核的 去年我们上海是叫这个就叫一网通办的考核 就是所有的政府服务事项一网通办的考核 去年好像是上海广州和浙江省三个省级单位是并列第一名 我知不知道湖南省是第几名 反正这就对以前我们也说过 就是每个省区都要有自己的那个给公众办事情的APP 而且这个APP是把那个比如说公安局啊 卫生局啊或者相关的所有的管房子的局啊 他们的所有的业务都放在一个APP里面的 这个都是需要被考核的被打分的 而且这个名次对一个政府就不管是市长还是市委书记 他们自己的前途也是非常相关的 他们也非常的重视 我请问一下不好意思 我请问一下国家行政学院它是属于什么 党还是政 国家行政学院它其实是这样 它既可以属于政也可以属于党 它和中央党校呢 它有一部分人可能是重合的 但是呢更多的它其实是由国务院它下面进行一个管理的这个国家行政学院的考核部门 那是属于政府 国务院是属于咱们政府的最高机关 它来主办这些考核 好所以它等于是政府里面的一个考核组织了 我等于是这样讲 对不对 对可以相当于它其实是有点第三方的机构 它其实是政府办的一个事业单位 它不是一个政府组织了 它是政府办的一个外部的事业单位来对各个省 它相当于还是比较公平的第三方考核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像世界银行也有对中国进行一个营商环境的考核 它是对全球的营商环境进行一个评价 那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它是会作为两个不同的这个行政主体 那香港的分数是比较高的 营商环境在那个这个闹事情以前还是比较好的 那它也会对中国的几个大城市打分来代替 就是不可能中国所有的省它都去考核 目前它是考核北京和上海 要加上重庆和广州 对它的这个考核的评价 其实政府也是非常重视的 也希望我们整一个就比如说从上海来说 也要符合它的考核标准 要每年都希望自己能够提高 进行营商环境的提高 这个也是收集意见去对比国际的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方式 另外还有三点我马上就说完 就是最后三点一个就是我们每个城市都有个12345的市长热线 大家都可以打这个热线 刚才网络是不是断掉 我就说每个城市都有一个市长热线 都是12345这个电话号码 24小时都可以接你对所有行政相关的投诉或者咨询事项 就晚上比如说噪音吵人等等都可以打这个12345 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收集意见的取得 而且这又是属于什么属于镇吗 但是政府它办的一个热线 政府下面的一个热线电话 它每次你报修的单子都会形成一个公单 然后会有人来监督你们职能部门具体有没有回复 然后还会跟老百姓意见 因为收工单的它不一定是聚集的 不好意思网络有点不好 就是如果有夜间施工扰民的话 可能最后是反馈到环境部门 因为它是管夜间的管理 但是政府的12345它会打电话到老百姓居民 我知道但是我只是要厘清它的隶属关系了 它的隶属它是政府办的一个热线电话 这其实是我说的第五条 第六条其实是我们所有的政府都有一个单位叫信访办 它信访办它是可以接受 就是人民群众的这个所谓的信访 或者举报 你可以举报人也可以反映自己遭受的不公平 它是有专门也有信访的面对面的接待 也可以就是收你的信的接待的 所有的信访线也是有答复期限和答复要求的 甚至你也可以是跨部门 就是那个上一级对下一级进行一些监督 那跟信访平行的还有一些就是行政诉讼 实际上上海行政诉讼也是有败诉的 就是老百姓告官 你对他的一些行政进行一些起诉的话 我们也其实是有败诉的案例 这个我理解 这个我们台湾也有 就我们的行政法院一样的意思 那最后其实就是关于舆情的收集 因为我好像听到前两天也有人打电话进来 就是他是做舆情收集的 这个具体我不了解 但我知道就像前段时间吴亦凡的这个事情 其实是舆论造成了一定影响以后 北京的公安局马上就去进行了调查 然后进行了一个处理 那包括原来有一段时间 有一个舆情就是反映那个治白血病的药特别贵 好像叫格列卫 后来还拍了部电影叫《我不是药神》 那也挺好看的 推荐您有空的话看一下 我看过 后来这个Claivet的药就进医保了 后来其实有很多就是类似的药进医保了 所以在大陆其实医保内就是做血透西啊 做那个一般的白血病治疗 就是比较普遍的药 不是韩志明的药 都还是蛮便宜的 要比美国其实要便宜 然后包括那个舆情的话 它还有一些时候呢 就会处理一些反正群众的热点 它肯定是政府要过来进行处理的 所以我觉得直接的民主有一些问题 它其实是反映不到上面去的 就比如说污水处理这样很专业的事情 老百姓其实是不知道的 你没处理好的话 你把水排在河里面老百姓也看不出来 这些确实一定要专业的部门来进行专业的管辖 老百姓的民意是很容易被操纵的 因为前两年就比如说在泰昌离上海很近 它原来有个造纸厂原来是排到长江口的 它想排到海里 然后那个时候就有人煽动了泰昌的群众 进行了一些聚集然后抗议 感觉要污染了环境排到海里面 其实它排到江里面对排到海里面来比 环境污染的更厉害 因为排内河的话 这些水它基本上就是在上海取水口的上游 排下来的话上海其实也是喝长江水 它这个生活用水是从长江取的 当然排江的水它是有很严格的规定 它处理的要求比较高 然后排海的话它的要求可以稍微低一点 企业它是为了节约成本它想把它放成排海的 结果反而泰昌的人就造成我们叫群众聚集的群体性事件 结果后来这个造纸厂就没有搬迁 实际上民众并不了解的是没有搬迁的话 当然对上海或者对在江旁边的人来说 这个污染还是挺严重的造纸厂 所以这样专业的事情就让民意去做的话 我们应该说整个大陆是不太同意这样的做法的 所以我们的这个体制感觉上面没有直接民意的反馈 所以你比较推荐柳杰克可以去了解那个 《理性选民的神话》这本书 还有就是也很有名的就是《乐旁的乌合之众》 我觉得都是对这个直接民主的一些问题的一些反应 好谢谢 我想说的就是这些 谢谢卡拉雅你的这个讲述非常非常的详细 而且你又是公务员 你讲这个绝对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就是可以告诉大家 让我们知道就是中国大陆目前这个制度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一下 就是你刚刚讲分四个 组织分成四块 党 政 人大 政协 四套班子 对四套班子 党 政 人大 政协 好那我首先两个问题了 第一个就是我刚刚听你这样讲 人大有点像立法的功能吗 他就是立法院 立法院对不对 那政协 政协他有点像上议院是不是 对 那政协他他没有立法权 他有他有什么权 提案权 他叫提案权 对 还有参政议证就是 其实政协的人他有的也可以在 就是政府里面担任一定的职务了 他当然也是可以向政府提意见 或者觉得你们什么有问题 他就把提案提上来 好我把它理解成上议院好了 大概这样 对和英国的上议院真的有点像 好OKOKOK上议院 那那个人大就是立法 OK好 那你说人大是在宪法里面 是最高权力组织 对不对 那 对最高权力机关 是中国人民的大会 但我刚刚看到那个考核制度的话 大部分都是以党领政 对不对 党去管到 就是政府机关里面的人 那就是以党领政 那立法就是人大对于党 有什么考核 考核或者是监督的功能吗 人这个 就是谁去监督党 党对自己 谁去监督党 我问这个核心问题了 谁监督党 主要的党其实 因为他已经是中国最完整的一个权力的机构 实际上主要一个就是靠公众 就前面说的舆情来监督党 然后党内自己呢 他主要就是靠纪委 纪委 党的纪委还是很厉害的 对纪律检查部门的纪委 纪律委员会 我们来说全成交 这个纪律委员会是在党里面 党里面自己的制度 是在党里面的 但是他的工作一般都是比较和党组织 他就是怎么说 虽然是党的机构 就比如说各个伪办局在上海的 他都会有这个纪委 但他的这个纪委都是由上海的市纪委 他派驻到各个伪办局的 而不是各个伪办局自己成立的纪委 他就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独立的 他就会搜一些群众的秘密的一些举报信 什么的来掌握线索 他是可以查案的 然后后来纪委和国家的监察机关 就是可能台湾有监察员 我们这边叫监察机关 反正和纪委他也是可以合在一起 因为他专门来监督党和政 纪委来监督党 另外的监察是来监督 不是党员的非党员的政府里面的工作人员 好 但是那个纪委他是隶属于党嘛 对不对 对纪委是隶属于党 另外都检察 但是我只能说就是在我们的理解 就是你监督的不是你自己人去监督自己 理论上应该是另外一个去监督你了 但是现在显然是这样子 另外监督 理论上是这样 就是我前面还没有说的是检察院和法院 他不在四套班子里面 那检察院其实他是可以收到 一般来说纪委他没有那个司法的这个权利 他收到的线索 踏实了以后会给检察院 然后有检察院给纪委 就收到了纪委的线索以后去 认证查处党内 喂不好意思 有网络吧 就是党内除了党继续分以后 检察院还是可以直接对党的犯罪的这些人提起公诉的 检察院是算法院是不是 法院机关就是司法 司法了 就是用司法司法机关来来做这个监督的功能 好 对 有过案例吗 就是监督是有多种 有过案例吗 那肯定有 我们这应该说这几年被查处的腐败分子 那相当于就是中央军委的副主席都被查掉了 那我想这个 是司法司法机关法院主主动去侦办的是不是 一开始的线索不是的 一开始的线索是由纪委掌握的 那到最后就是判 起诉和判刑是由检察院和法院 就是也是要纪委 我的意思是 它是一个主动的机关还是一个被动的机关 你懂吗 纪委和检察院都可以作为主动和被动 都能做这些相关的东西 只不过纪委它会比检察院更严格 因为检察院它只是按照国家的法律 那有一些道德上的事情纪委会管 就比如说在台湾通奸可能是一个违法行为 在大陆通奸不是违法行为 但是是违反党纪的行为 那纪委它就会管这一块 你通奸的话就会开除党纪 那检察院的话查到通奸的话 他也不会进行任何的行政的起诉 我们上了一堂政治课 我想其实我还蛮多问题想要问 但是差不多了 我们差不多知道这个大概整个脉络就好了 以后有机会我想我可以开一集直播 我们来讨论一下中国大陆的整个政治制度 因为我觉得也蛮有意义的 其实事实上大部分的台湾人对这个真的非常非常陌生 那其实大部分的台湾人就觉得 你们就是一党专政 然后你们就是独裁 然后反正就是不能制衡 反正随便乱搞都拿你们没办法了 大概就是这样了 就是但你了解这整个系统以后 你知道怎么运作 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大家互相比较 比较优劣 大概是这样 像我刚刚也就在讲 这个就好像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的行政法院 或者什么 我们的司法院 那我们司法院可以用什么功能 那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我觉得蛮有意义的 好 谢谢你要看阿阳 真的感谢感谢 以后有类似的议题 我再麻烦就是 希望您可以再上麦 跟我们大家解惑 好不好 可以可以 好好好 谢谢你 谢谢你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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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拜拜 拜拜 再见